不過今天報告時先是星期三 所以都不算太多人 這個海食洞是否比茶餐廳更多呢 其實進去應該要戴口罩 我建議 天朗氣清的航拍機又拍得很順利 終於來到鶴咀了 帶了航拍機來 所以一會記得看一段航拍片 拍了的啦 高空看到那個石 這裏那些人現在走著 拿著相機的人 你這樣看很危險的 但他們一上去走不覺得危險 他不知道下面是這麼激 所以這裏一會拍照會很有趣 有一點到來 採用心的心 為何現在才開始拍攝呢? 因為剛才走得有點累 就免得開背包拿個CAT出來 後面這裡就是古蹟豆腐花 這座就是古蹟包 就要由這條路進來 我這樣從那個角度拍到正 就轉進去了 Mountain啊 這條就是沿路 出回去就是我們本身的大澳 這裡就是食麵區 裡面就是豆腐花區 很美味的豆腐花 為何這麼說呢? 是因為你看看這個碗已經知道有多麼的味道 美味嗎? 你拿著手指出來才行 這樣才行 收你便宜兩元 吃到了 蛋撻豆腐花 這裡如果適合來就有很好的糖水 但今天暫停供應糖水 就是轉過一些這樣的車場 就會到達這個食物的地方 我們是出回去這條路口 就是左轉再下山 右轉就是回到達巴士尼那裡 現在就是回到這條路口 所以這裡是兩間店舖 這條路口 嘩,那些鷹訂到很開心 哇,那些鷹真的玩得很開心 這裡就是這麼秘密的 但是你看到這條路 都知道是被人走到死了 在大閘之前就要下來這裡 就不用走到大閘那裡 大閘那裡的樓梯就沒有那麼好走 就由這裡走下來就好走一些 如果不是就要由這條路下去 但是由這條路下去呢 它整理了繩欄了 它不鼓勵人走這裡 哇,這個是古蹟來的 舊炮台的古蹟來的 好,我們又繼續去鶴咀進發了 走這條石樓梯也可以的 但是旁邊的琴蘭坑 琴蘭坑下來有一條水喉 這樣在這裡咬柴就不值得了 還被人笑得都瘀了 好,到了鶴咀又是在拍攝的時候了 martial兒子十住世 快包摘了 這個 mafia 也是不好了 我們聊天 從旁邊就 ald過關 arms 然後鶴咀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